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的是管理数学之中的基础数学 其中集合的符号与关系 我们这个单元的教学目标是 在知识方面是要让同学认识我们的数学符号 集合的关系跟基本的逻辑 因为我们在后面所要教的一些单元 里面常常会用到的这些符号 我们不能够不知道 在技能方面 各位同学要熟练集合还有数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做的 怎么样写正确的去使用数学的符号来表达 那对于态度的部分 我们要算是我们不要怕 我们要小心的计算积极的发问 对于学习活动我们要积极的参与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内容 我们的教学大纲的部分 我们首先我们要主要的是介绍 集合是什么 元素是什么 还有集合跟集合之间 还有集合跟元素之间 他们关系的符号是如何的表达 那么最后的话呢 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性质跟定理 我们也会介绍给各位同学 好我们来看看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集合 什么是集合呢 集合的意思就是说 将一些物件 放在同一堆 我们把它集中在一起 集中在一起的一个观念 最主要的话呢 集合的符号是以一个大瓜胡来表示 这个是我们的话公定的一个规则 来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假设说大A 哪些所成的集合呢 它的成员有A B C 三个所组成的集合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大A 怎么写呢 大瓜胡 A B C 这就表示什么意思 它这个的话呢 是说的是有四个成员 四个成员 ABCD 那这个ABCD 我们就称为 集合A的元素 这个是element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么 集合里面 一个集合 它的成员都叫做元素 那么元素跟集合之间 我们要用什么符号来表示呢 那这个地方 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 这个我们念属于 集合跟元素之间 都是用属于的关系 隶属的关系 那也就是说 以这个集合而言 小A是怎么样呢 属于A 小B也是属于 我们只有属于 可以这样写的 就是属于 那么 要不就是不属于 那这个同学要知道 集合跟元素的话呢 我们中间的关系是 是用属于的关系 那么 下面的单元 我们要介绍的是 集合跟 集合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看 集合跟集合 如果说 有两个集合 中间的话呢 一个集合的话呢 是被它全部包进去的 我们就用一个符号 我们不可以用属于哦 我们要用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叫做 包含鱼 来 我们来做个例子啊 比如说 有一个A A叫做 它的成员的话呢 它里有四个元素 叫做 A B C D 四个元素 那么大B的话呢 两个元素 CD 那么我们就说了 集合B 如何呢 包含于A 我们来看看 它的图形来表示 集合B 包含于集合A 我们称B 是A的什么呢 部分集合 也称为子集合 很多的课本啊 都是用子集合来表示 或者是部分集合 都可以 这个我们要注意的是 集合跟集合中间 我们的用的是 包含鱼 这个符号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集合跟集合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介绍的是 交集 交集这个符号的话呢 其实是 它是连集的一个颠倒的写法 这个交集的话呢 这个符号 我们也会常常的用到 就是两个集合之间的 共同的部分 举个例子来看的话 如果A是ABCD 四个成员啊 然后B的话呢 也是四个 好 那我们看呢 这四个的话呢 A交集B怎么说呢 中间的话呢 共同的部分是哪些 这是CD 这是有CD 这个部分我们称为交集 我们以图形来说的话 A跟B中间的交集 是中间的这一块 这一块 我们称它的交集的部分 好 现在我来谈到的是 集合跟集合之间的关系中的 连集的关系 连集的关系 这个字 U 它原来源自于Union 所谓的连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说 两个集合中 全部都要了 即使是 它没有交集的部分 它统统合在一起的 就叫做连集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假设说 大A 它的成员 它的元素有四个 ABCD 大B也有四个 它是CDEF 那它 大A跟大B 两个的连集 我们中间有两个是重叠的 那么我们不管 我们继续再写 我们重叠的部分 不需要再重复的写了 那么它的结果就是这样 它是A B C D E F 连集的部分 就是 全部都包起来的 就叫做连集 那么我们再来介绍 另外一种关系 叫做插集 何谓插集呢 插集的话呢 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符号 减 相当于就是我们数字里面的减号的意思 可是它不一样 它以集合的角度来说 减号的意思就是说 保留A 然后呢 只要是有B的 我们就把它给 拿掉 这就叫做插集 保留A中 B集合不同的元素 比如说 像是 大A里面有四个元素 ABCD 有四个 那么大B呢 有CD 什么叫做插集 只要B里面有 A就不要了 所以我们要把 哪些拿掉呢 我们要把 C跟D拿掉 于是剩下 A B 那么 它的图形的表示 是这样的 这个是A 这个是B的话 我把B拿掉 那就是剩下的 就是剩下来的这部分 黄色的部分 现在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鱼集合 什么是鱼集合 Complement呢 首先的话 我们必须要先介绍的是 鱼集合 假设S就叫做鱼 鱼的话 同学的话 你要知道 就是相当于是 宇宙的意思 好 宇宙是什么呢 好 最大最大的 所有的 我们就称为鱼集合 所有的集合 都是它的部分集合 那么 我们 为什么要介绍 这一部分呢 是因为这个地方 有提到的 如果A的鱼集合 我们就用 什么来表示 A的 Complement 表示 A 这个地方是写的是 不是C四方 这个是A的鱼集合 就是说 假设 这是S 所有所有的 都是在这边 那么 如果这是A 那A的Complement 在哪里呢 就是这里 全部剩下来的 所有的话 只要是排除A以外 剩下来的 就叫做A的Complement A C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 语集合是代表的是 S 假设是英文字母 所有小写 所成的集合的话 假设叫做 语集合 那么 A 是ABCD 有四个 那么 A的Complement 那各位同学 知道 有哪些呢 排除 ABCD之外 E F GH 一直到 到哪里呢 到XYZ 剩下来的 这些 就称为 它的 语集合 扣掉 A以外的 通通都要 就称为 语集合 好 我们再看看 下面一个 部分 这个观念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集合 很特别 这个集合 我们是打一个 圈圈 打一个圈圈 再画一个斜线 这个我们称为 空集合 什么是空集合呢 假设 A跟B之间 完全没有 共同的元素 也就是说 A跟B 是没有 交集的 A跟B 没有 交集 我们看 那 我们要是 遇到这个问题 A交集 A是 ABCD 那 B呢 EFGH 中间有没有 共同的元素呢 没有 没有 我们说 交集 我们要怎么写呢 我们不能写 0哦 千万不能写 0 因为它0也是一个元素 我们要写的是这个 我们就直接写 空集合 那么有些同学的话呢 他这样写 他加了大瓜虎 这个是错误的 大瓜虎里面 也是元素 它是 这个是完全没有元素 我们的话 空集合 就直接写 这个符号就对了 直接写一个圈圈 加一个一撇 就对了 好 我们的话呢 学会了 complement 鱼集合 我们就来介绍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D Morgan的定理 这个 是 在 逻辑学里面 还有 你们 有学过 布林代数的 都应该要知道 这样的法则 是什么法则呢 就是 这是 两个命题 一个叫做P 一个叫做Q 这是两个命题 且的意思 且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大概要知道 且的话呢 是什么符号呢 我们且的话呢 是 这样的符号 或是什么样的符号呢 是这样子 相当于是连击 或的意思是代表的是 两个都可以 所以是连击的意思 且的意思是什么呢 且是 在A跟B之间 我们两个都要有的 那也就是所谓的 交集的部分 这是连击的部分 那么 D Morgan定理说什么呢 非P写Q 非这个地方 我们常常用的是 一个这样的符号 非P写Q 那么我们就可以 怎么做呢 这个非可以 直接进入里面 且就要改成什么呢 就变成或 或 或跟且两个是颠倒的 来我们来看这个 非P或Q 我们就是直接非进去 非P 还有非Q 中间的或就会变成且 那各位同学可以试一试 把P当作两个不同的命题 Q PQ两个不同的命题 来试试看 这两个逻辑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非 非的意思就相当于是 它的余集合的意思 只要 A的complement就是A的余集合 也就是非A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A连击B 它的余集合是什么 我们余集合的话呢 就是非的意思 可以进去 就直接变成了A的complement B的complement 中间连击变什么 变交集 这个各位同学可以 自己画画看 用这个图形来表示 各位同学就可以 容易了解 我来我画给各位同学看好了 这里假设是语集合 A在这边 B在这边 A连击B 是不是这个中间的这一块 那么它的complement 是不是整个外面的 整个外面这个 这部分 这部分的话呢 都就是我们 A连击B的complement 好 我们再来看 A的C四方 这个地方不能念A的C四方 应该是A的complement 这是A的外面 A的外面 这个地方 我们图形的话呢 不好画 那同学的话 可以拿两张纸来试一试 就知道了 B的complement 两个把它 画好以后 在中间做一个交集 那同学的话呢 就可以发现 就是外面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A交集B 中间有 上面有一个 非 就是它的complement 它的语集合 我们就直接 把语集合带进去 带进去 交集变成连击 那这个地方的话 是在集合里面 也是常常会用到的 再来 我们来介绍一个 例题 作为我们 这一个部分的结尾 这部分的话呢 假设 我们现在做一个例子 就是 假设与集合 就是全部 全部的 是A B C D E F G H 那么 现在 A是A B C D B是 C D E F G 那么 C的话呢 是G H 好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同学练习一下 A交集B 怎么算 A交集B 中间 有哪一些是 共同的成员呢 那同学 可以看得出来了吗 是 C跟D 那么 我们要怎么写呢 我们要写 C D 用一个大瓜胡来表示 这样就对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A连级B呢 A连级B 就是 两个通通都要 只要A有的 B有的 我们通通都要把它截取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就先写 A B C D E F G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写下去 A B C A D E F G 这是连级的部分 那么 A 我们这个地方是 写的是 减B 但是 我们要念的是 插级 A 插级B 也就是说 把 B有的 全部都杠掉 就叫做插级 现在我们来看 B有哪些呢 C D E F G A是A B C D 那么我们要杠掉谁呢 我们要杠掉 C D 所以还剩下谁 还剩下 A跟B 这样子 OK 现在我来做下一个题目 A 交集B 又交集C 那现在来看 A交集B 是什么 前面 已经有提到了 是这个答案了 是不是 我们可以分开来做 这部分的话呢 这是A交集B 已经是C D了 现在再交集C呢 我们发现 没有 没有交 没有它的交集的部分 所以这个答案 要怎么写呢 我们不能空白 我们要写什么呢 空几核 好 我们再继续说下去 第五题 如果是连级呢 A连级B 连级C 我们可以分开做 也可以合在一起做 我们先把A连级B 先算出来 那A连级B 刚刚已经算过了 A连级B是这个 那么再连级C呢 C是什么 C是GH 我们发现 多了一个H 所以我们就再把H再补进去 所以它的成员又增加了一个 ABCDEF GH 又多了一个H 再下一个 第六题 B 插级C 那同学可以练习一下 B 插级C 是多少 集合是哪些呢 B 这边有GH 所以我们只要砍掉这个G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CDEF 我们把它写下去 CDEF 再过来 B插级A呢 B插级A是 CDEF 扣掉ABCD 共同的成员 我们要把 C拿掉 D拿掉 这个不用拿掉 不用拿掉 不用拿掉 所以只剩下了这三个 那怎么写呢 EF G 现在我们又提到的是 这个 Compliment 这是我们所谓的 鱼集合 它的所有剩余 我们要算这个 一定要知道 鱼集合是什么 鱼集合已经告诉我们 最大最大的是到了H 那现在 扣掉A 剩下来的就是 它的鱼集合 EFGH 我们这边就可以写下去了 再过来 我们再来看 B的 B的鱼集合 那怎么写呢 它扣掉的是 CDEFG CDEFG 那剩下的是三个 叫做 AB 这是H 所以我们这边 可以大胆的直接写 ABH OK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 第十题 A的 A的 Compliment 连级 B的 Compliment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可以用两个方法做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用D Morgan定理 那现在我们直接做 因为这个题目跟第十一题 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第十题 还有第十一题 这两题是不是相同的意思 如果同学的话呢 记得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D Morgan的定理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两个不同的算法 答案会不会一样 来 这个地方我们先准备好了 A的Compliment 在这边了 是不是 在这边 然后的话呢 B的Compliment是 A 那这个两个连级是怎么写 这两个连级 来 我们按照顺序写啊 连级起来的话呢 是A要 B也要 没有C 有E F G H 所以我们写下去 A是要的 B是要的 C没有 然后E F G H 这样子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 十一题的这个写法 十一题的写法是 先算出交集 再取它的余集合 那么 先交集了 刚刚已经算过了 交集是什么 CD了 CD之外的话 它的余集合 要怎么写 扣掉CD 是不是就是A B E F GH 来 我写下去 A B E F GH 各位同学看一看 这两个 是不是一样的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验证各位同学的话呢 加强同学的印象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的Complement 可以把它移到外面去 中间这个地方 连级变交集 或交集就会变连级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各位同学可以多练习一下 那么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主要的话呢 是介绍了一些 属于 这是集合跟元素之间的关系 包含于 是集合跟集合之间的关系 连级 共同的元素 是交集 交集是共同的元素 连级的话呢 是全部都要 还有它的 余集合 De Morgan定理 以上的这些符号 我们需要能够善用 因为我们在后面 很多的单元的话 都会去用到这样子的符号 那么这个地方 为了我们的未来的 这个叙述 还有我们的符号的方便使用 作为我们未来的基础